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线上可靠消息 新版级的犯罪动机是向查明数月前同班学生锦山的死因 几世林奈 三年A班学生 曾获国家游泳大赛冠军 小有名气 是学校里的明星 但在数月前自杀 目前原因不明 嫌疑人新版级为了调查原因 于数月前在校内多数位置布置了炸弹 把美术教室改造成了机房 并用特殊装置将教室内特殊钢化门窗进行上锁 待全体学生集中在教室后 引爆炸弹 封锁楼道 13年A班教室与外界隔绝 据悉 这个新版级的作案工具是一块手表 上面三个按钮 控制了全校所有炸弹 监控 门锁的开关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目前日本飞虎队正企图营救 但是被新版级制作的战略用万能机器来打跑 掉了 警方营救 还在继续 而绑匪已经提出了他的要求 罗逼新闻将持续为您播报 我叫翩翩 是学校校霸 离高中毕业还有十天 今天我一如既往的来到了学校 却被老师告知我们成了他的人质 不坏呐 你以为这是在拍告白呢 各位 请请留下一个有意义的春休暇 我堂堂校霸 武功底下低 衣服还洗得那么好 竟然敢威胁老子 于是我摆起了凶凶的小表情 瞪起了我的大眼睛 抓起了老师的小领口 打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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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把机要我们回答数月前同班同学锦山自杀的理由 大家必须在晚上八点前给出答案 答错了 就会杀死一个人 蹭哪 怎么可能啊 杀人不存在的 要杀人啦 今天回答问题的是班长 他曾经是锦山的好友 好到给锦山拍写真 放学一起手牵手回家的那种 但性格胆情 懦弱 对别人言听计从 因为他人教唆 与同班其他同学一起对锦山进行了冷暴力 他对锦山的死很愧疚 认为自己是凶手 于是老师开始对牙野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表示锦山自杀与班长关系不大 没有给出正确答案 然后遇到自死了 一名无关的男同学 早晨起来 拥抱太阳 让身体充满 灿烂的阳光 满满的正能量 接下来的每一天 老师辛巴基都会提出一个关于锦山自杀原因的问题 答不上来 就会杀人 于是真相间接浮出水面 第二个与锦山自杀有关的是马尾妹 她是一个吃醋精 以及前过JKB48成员 她和锦山假装姐妹 实则想趁锦山热度 重回巅峰 后因曾从锦山友谊的小手帕遭剧 决定报复 在网上制造锦山比赛科兴奋纪的谣言 因为不忍心看着全班同学被老师炸死 马尾妹主动认错 虽然马尾妹承认自己散播谣言 但拍下锦山嗑药假视频的 却另有欺人 第三个被扒出来的是小帅男 本来他是不会被发现的 只怪他长得太帅 不过他只能算全班自耳帅 第一马 你们懂的 小帅男曾经向锦山告白 为果 碎身报复之心 于是在更衣室进行偷拍锦山吃药的假视频 成为锦山自杀的其中一环 查播一条新闻 据小道消息称 其实在今天 新版级和警方打了赌 如果警方不能找出拍摄假视频的人 就杀死五名学生 结果 警察并没能查出是小帅男拍摄的视频 于是包括小帅男在领的五名同学 在爆炸中被活埋 我们能看到的 只剩下他们的残肢断壁 罗逼新闻将持续为您博报 我是翩翩 今天是老师绑架我们的第五天 终于 事情查到了我的头上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舞者 但有一天意外发生了 母亲因为事故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我只能放弃梦想 专心照顾家庭 为了给母亲看病 我需要钱 这是她出现了 别人都叫她K 是黑社会的老大 她让我帮她做件事 只要怂恿帅男偷拍到锦山的视频 就会给我很多很多的钱 是我伤害了锦山 但是老师他又懂什么 凭什么来指责我 在我放弃梦想的时候他在哪里 在我背负压力的时候他在哪里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他又在哪里 我真的不是故意想要伤害锦山的 我肆意地宣泄着情绪 但是 我明明打不过他的 怎么会 老师 他倒下了 大家好 我是三年A班的班主任 大家喜欢叫我新板机 最近我做了一件疯狂的事 我绑架了我的所有学生 甚至在他们面前假装杀死他们的同学 用电影道具的甲制 来营造学生死亡的氛围 其实在医院起见的时候 我被告知得了绝症 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把学生们绑架在一起 利用舆论和警方的力量 只为找出警察死亡的幕后真相 经过半年的策划 终于在我剧本的一步步推动下 我救出了暗中操控的黑帮老大K 所有妨碍我学生成长的毒手 我全部会拔除 我想要用最后的一点时间 来给学生们上他们高等最后一堂课 也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堂课 新鲜事简单报 露君带你看速报 这里是露B新闻 今天是3月7日星期四 魁煌高中教师 新把几绑架学生案件 持续发酵中 据悉 锦山自杀一案 人未解决 真正罪魁祸首 另有其人 我是露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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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